自托里尔四一战过去已有四年 由于忘不了因战争而亡的妻子 我在酒馆彻夜买醉 借酒消愁 身边的同伴也因我的消极相继离去 而亲人大碧哥已经结婚生子 妹妹更是远嫁到了阿塞来 只有我在止步步前 就在我以为今后的日子会一直重复下去时 钱花光了 这时我不得不离开酒馆 去竞技场打拳换取酒钱 而就在出城之际 一道声音叫住了我 来人正是当今斯特吉亚的国王 在一番嘘寒温暖后 国王谈到了西家儿时的梦想 他希望有一个和平的世界 这个世界没有战争 人们相互有爱 不过一切切事与认为 这些年来各个国家为了利益 致使世界战乱不断 百姓不得安宁 而唯一能让世界和平的办法就是 将天下统一 到那时西家的梦想也就实现了 在国王一番言语下 我的双眼渐渐明亮 随即决定振作起来 并暗自发誓 要完成西家生前的梦想 国家入了西家的故乡 斯特吉亚 斯特吉亚位于寒冷的北方 传闻他们起初只是外来的蛮荒部落 不过当帝国扩张到了他们所在的寒陵时 他们发现自己捕猎的动物皮毛很有销路 于是他们在开启贸易的同时 掠夺其他商队 很快便自立封国 成为了北方的霸主 在加入斯特吉亚后 国王给了我一些兵马和资金 还有他们引以为傲的双手辅 而很快 我便会用这柄长辅开启统一之路 看了眼王国外交 没想到斯特吉亚王国已经如日中天 除了最南方的阿塞来 其他六个国家均俯首成城 向我们上购 不过在我看来 这种情景不会持续太长久 果然就在我忙于招兵买马 训练部队的时候 南帝国和北帝国彼此放下戒地 一同向我们攻来 南帝国蛰伏许久 一开战便摔出1500余人的大军团 攻打第二组成 而眼下我的实力微弱且兵马不足 于是选择绕开他们 来到了我的家乡库塞特 为了提高实力 我在这里购买了一把长杆武器 咽月刀 随即叼转方向 前往绿色的巴黛尼亚地区 招兵买马 可能会有人困惑 库塞特当属世界顶尖的骑射兵 为何不用 因为他们代价高 保养贵 而巴黛尼亚的弓箭手 抛开机动性不弹 战力不下于他们 就在我的队伍快要满边之时 巴黛尼亚也向我们宣战了 而老谋身散的国王 当即跟南帝国与北帝国谈合 面除了他们的共惊 将所有战力集中于巴黛尼亚 在最近便前去防守 到达城堡后 我方一些零散部队 早已等待多时 看到我来 也是一起从敌军后方攻入 四年来的第一站即刻打响 进入战场后 让弓箭手们 一字站队于高坡射击 近战士兵架顿在前防御 而骑兵来回冲刺 破坏他们的阵型 最后由我带领十余名骑射手 在他们后方游击骚扰 形成两面包夹之事 一番交战后 敌方前排基本灭亡 他们的弓箭手暴露无遗 在我们骑射的优势下 没了军心 纷纷溃败而逃 就在我们庆祝胜利的时候 红色瓦兰迪亚 也向我们发起了宣战 看来他们的国王 知道纯王齿寒的故事 这两个国家都在一块 我们刚好可以一起进攻 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 此时南帝国和北帝国 又向我们开启了宣战 好你个拉盖亚 真是不讲武德 不讲武德